各位好,我们闲话少叙,书间佛图成,据说这个最早在西汉挨地,最迟到东汉明帝时期, 佛教呢,早已传入中国,但却一直是不温不火,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,才开始全面的流行。 因为这个时期啊,佛教,特别是南北朝时期,军阀混战,民不聊生,城头变幻大王旗, 真的是像孙悟空讲的那句话,皇帝轮流坐,今天到我家了。 因为这种政权的频繁更迭,政治环境上的动荡不安,而造成整个社会,民众惶惶恐恐。 所以呢,心灵上的慰藏与解脱,在世俗中得不到解答和依靠, 就只能,或者说快快的回到最原始的追求。 所以呢,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啊,佛教全面的开化。 不仅在民间,南北两朝的皇家势力也是大力的支持。 从北方来说啊,一个从西域,远道而来的和尚,佛图成,真正演绎了什么叫外来的和尚,慧念经。 因为在之前,中原大帝和尚也好,比丘尼也好,难道没有吗? 当然,而都不及这位后来的图成大师。 当然,除了这个民间的这种非官方的力量,来自于皇家的支持,也是啊,不可缺少。 而在历史上,留下这个浓墨重彩一笔的,就是当时建立后召政权的奴隶皇帝,石乐。 石乐这个人,在中国历史上,是试杀成型。 不说他,不说他臭名昭著,如同节奏一般嘛。 反正,后来的史学家们,对他的评论都不太高。 都说他是一个暴君,杀人为冷。 好像他来到这个世间,就是以杀人作为使命。 而这个历史,或者说神灵,有意地让佛图成,利用西域的方数,和这个神奇的预测。 。 赢得了时乐的信任。 从而呢,让佛教在中途得以广泛的传播。 虽然,在这以后,也是经历了几次严重的三五一宗灭佛运动。 但是呢,毕竟佛教还是顽强的传播开来。 不管这个南方还是北方。 南朝四百八十四,多少楼台烟雨中。 这句诗啊,就是佛教在中途广传,散播开来之后的盛况的一个最好的例证。 。 而佛教啊,之所以能在两汉之后的三国时期呢, 未进南北朝有如此广大的洪传,还是和政局不稳。 。 战乱不断,民不聊生。 人心这个时候就不会单一的。 就说,哎呀,反正能吃上麦子煎饼了,就不用再努力了。 。 这种需要寄托的人心,是密不可分的。 。 但是,像屠城大师,以及后来的各位大师们,他们的功劳和实乐皇帝陛下,以及后来的各位皇帝陛下的支持。 。 无论是渔公还是渔司,他们的功劳都是非常关键的。 而关于这个屠城大师的传说,也是啊,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想象和愿景。 。 其中啊,有这么一个故事。 说是,这个屠城大师啊,曾经是插炉,成青玄,必持,献黄金。 。 这个芦苇,可能是田野四方都可以随时取得的,让人随手拈来的异德之物。 。 无论是屠城大师,还是当年北上的达摩,一位寿江。 。 那么,芦苇在佛教传说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神圣性,都用来演绎佛法,成为了一个最好的道具。 。 那么,屠城大师啊,用卢为给人间带来了怎样的神迹呢? 。 我们今天,先说到这里。 感谢各位的捧场,我们下期再讲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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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